晕晕旁的徒弟太给他长脸了 你怎么来了 说现在狗是吗 我这呢 我都不好意思 是吧 小菊在唱歌这方面得到师父的真传 小医生的第一反应就是护着师父 哪怕是危险也挡在前面 都换人了吗 你师父明显多了点心虚 没有 没有 我看着挺实的 小悦我徒弟都是练家子 你们谁敢骑我试试 突然又看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 要是有人爆料小菊是他师父的私生子 连DNA都不要做了 太清楚这个人是谁 但是给我的感觉这个人应该是可爱善良 外表英俊内心 内心阳光的一个大男孩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 燕子 徒弟逼自己火表面在吐藏 实际嘴角的笑容都要咧到耳朵了 小菊小婷兄弟俩难得有这么一致的时候 二哥怼天怼地怼时初 只因为温柔全给了师父 破包袱虽然逼疯了全胜 但是努力的精神连队长都夸他 二哥徒弟刘小婷身上我就学会了一点 不管怎么样 今天我一百个包我想俩 那我也是想了 那不是九十八个没想 他不在乎那九十八 他是真的 他就在后台就不停地等 因为那却很很锻炼人